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7月1号为你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天的海峡论坛特别为你制作了香港回归15周年的特别报道 出了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 和你一通探讨香港过去这15年来发生的变化 以及香港的前途之外 VOA卫视驻香港特派员也将透过视讯连线 报道现场的最新状况 不过我们接下来先把镜头转向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益 博益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中广的叶博益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 那么要跟东宁还有美国之音的工程人员先提示一下 就是我们在台北这边的播音室呢 听到很重的回音 所以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解决这个工程的问题 那么今天刚刚正如东宁所说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关于香港主权移交15周年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议题 我们今天请在台北呢 请到的来宾呢 是台湾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的教授 叶明德叶教授 叶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东宁 也请美国之音的工程人员 帮我们解决这个回音的问题 一块的恢复有关于这个回音的问题 谢谢博益 也欢迎我们在台北的叶明德教授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美国华盛顿国际文化社长 陈永志先生 欢迎陈永志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可以透过我们VOA的专属邮件信箱 发表您的问题或评论 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我重复一次 是VOAXINWENat gmail.com 好的 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 我想先透过视讯连线 和我们VOA卫视在香港的特派员 李宝进行连线 李宝你好 你好东宁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好的 我们知道为了庆祝这个香港回归15周年呢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访港三天 不但送给了香港许多的大理哦 他也遇到了媒体记者 质问平反六四的问题 想请李宝新闻我们分析 您对胡锦涛访港的一些观察重点 李宝 好的 胡锦涛主席呢 是星期五的 这个上午到达香港的 那么之后呢 星期六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跟15周年 回归 这些庆祝活动有关的一些活动 包括呢 参加一些晚宴啊 参加一些文艺晚会啊 但是今天呢 7月1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天 胡锦涛特别访港三天 参加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新的这个行政长官的就职仪式 那么在这个就职仪式上呢 他告诉了香港市民 还有香港的新政府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什么呢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这个各项方式政策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就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个他放在最前面 然后呢 说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所以呢 对香港来说呢 香港可能 香港人一直可能在想知道 到底中央要他做什么 这次呢 这个胡锦涛主席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要你帮助我们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当然呢 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希望呢 就是能够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那么具体呢 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面呢 他讲得也非常清楚 就是说除了这个港人治港 你们不是要港人治港吗 没问题 但是呢 也要兼顾什么呢 维护中央权利 所以他认为呢 他没有这么直接这么说 但是呢 他说的必须要有平衡 另外呢 他说呢 就是支持香港对外的这个交往 但是呢 要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去年底的时候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蒂 曾被中国外交部 驻港机构点名批评 这是非常罕见的 说他呢 对香港民主制度发展 还有对普选的看法呢 是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那么关于这个胡锦涛主席 我想他在三天访港之间呢 我想可能想 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这个 然后呢 要大家团结一致 为了这个大局去奋斗 好的 另外我们刚在画面中 也看到了大批的民众上街游行 不晓得今年香港民众上街游行的规模 是不是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 有更多吗 还有我看到一些新闻画面是警方 也出头胡椒喷雾来对付一些示威的民众 那么民众们也呼吁胡锦涛出来 面对这些示威的民众 听听他们的心声 想就您 就这个抗议游行的情况 跟我们做最新的报道 李宝 好的 这个游行呢 可以说是大部分 大部队已经结束了 已经走了 已经回家了 但是呢 还是有几百人呢 在这个政府总部呢 不愿意走 他们在那里 你可以说起哄 也可以说他们希望呢 能够得到这个政府方面呢 明明确确的 这个回复说 你听到我的声音了 其实香港政府呢 已经发受这个 这个回应说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 不过呢 讲到今天这个游行的情况呢 刚刚这个民阵 也就是这次游行活动的组织者说 有40万人游行 那么上一次 有类似这么多人的游行 是在200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什么状况呢 香港呢 政府呢 根据基本法呢 他要通过这个所谓的23条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 那么这个呢 因为那次大游行 结果一拖就拖了 你想9年吧 现在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今年又40万人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那么分析人士已经出来说了 这是明确的告诉这个梁振英 他不说欢迎 或者他应该下台 我们知道可能 可能有些朋友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可能已经知道 他有些跟这个浅见事件 或者是违章建筑有关的 这个一些丑闻 但是呢 中央仍然在这个情况下 还是支持梁振英 所以呢 很多的愤怒也是对中央来的 当然更不用说这个李旺洋事件 就是这个湖南民运人士 李旺洋的这个离奇死亡事件 中央到现在一直没有去明确的交代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说这个李刚 就是中联办驻香港的这个 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这个 联合办公室的副主任 今天说 首次说 正在查这个事情 或者是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但是呢 还是没有解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香港人需要知道答案 而香港人听不到这个答案 所以呢 今天40万人上街 而且呢 是这个非常非常热的天气 很多人 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 也就是他们在这个聚集的地方 然后在从来没有在出发 有多人在这个 非常严厉的情况下呢 体力不支 然后晕倒了 除了这个有人 即使这样呢 晕倒之外 李宝很快请教您 这么多人上街 这么多不同的诉求 有没有发生一些冲突的场面 或者跟警方对峙的一个情况呢 李宝 对峙的情况是这样 香港人其实是蛮文明的 我们可能经常听到 香港人动不动就上街 每天都有上街游行 其实呢 是非常遵旨守法的 即使有这么多人的话呢 今天呢 只出现了一些 小微谋的所谓的冲撞 就是说 因为人数很多 而这个堵在这个公园里面 出不去的人也非常多 已经两个小时了 在那边烈日下面 等着两个小时都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 就希望警方呢 开放更多的道路 警方又不愿意 因为刚开始呢 警方没有这样的安排 结果呢 就导致一些冲撞 就这样而已 没有听说有人受伤 那最后我想请李宝 我们谈一谈 香港的一般民众 他们对于这个 回归15周年以来 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跟我们很简短的分析一下 李宝 好的好的 非常简短 就是说 首先从今天这个 大游行为看出来 40万人 这绝对 不单是指 这个 针对这个当地的政府的 而且是针对这个北京 中央政府 对这个所谓的港人治港 非常非常的 这个 认为根本就做不到 在中国中央集权这样的领导下呢 在这个一党专制下面 香港非常非常难有这个港人治港 所以他们就上街了 40万人上街 所以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一下 回归15年的这个感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好几个民调显示啊 就是说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这是中央政府最关心的 这个主权回归了 香港人心没有回归 那么国家认同感已经跌到了 多年来的最低 那么当然跟最近的一系列的事件有关 李旺洋的离奇事件 离奇死亡事件 还有特首贪便宜 还有这个新任特首的诚信问题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导致呢 这个 这个回归15年来 按理说是这个慢慢的 慢慢的人心该收回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 而是越来越跌得越来越深了 所以呢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非常感谢李宝在香港 透过视线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李宝所提的这个 香港的明星回归 还有认同感的时候 后面会请两位来宾在演播室现场 做深入的分析 好的 回到演播室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 陈永志先生 那这一次胡锦涛访港 我觉得有一个观察动点 我特别想请您分析 就是苹果日报的记者 在现场提问的时候 大声喊说 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 那么我看到这个画面是胡锦涛 他好像装装没有听到走过去 但这位苹果日报记者 马上就被警方给短暂扣留了 我想请你先解读这个事件 第一个 不晓得这个老胡有没有听得到 第二个更重要 把这个香港记者去逮捕的 或者阻拦的 是香港的公安 或者来自其他地方的 有关人士 还不晓得 第三个 我晓得当年有香港的记者 在北京 向这个张主席去发问 你是不是清点香港的特首 那时候张主席是什么一句话 naive 就是你幼稚 结果哪个记者没有给逮捕 那北京的执法 是不是比香港更松荣一点呢 我还是感觉到 这个历史上 这个问题是可以大家去思考多一点点 好的 另外呢 我们请我们美国之音的工程 不同人修复这个 跟台北的回应问题的同时呢 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 陈永志先生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香港新人特首梁正英 他的诚信问题 现在也变成一个危机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请打播 我们播放一下 最近在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 这本周刊的最新一期封面人物是谁呢 就是香港的新人特首梁正英 我们看到了 不过比较讽刺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 英文的标题写的是什么呢 Can Hong Kong trust this man 香港能信此人吗 陈永志先生 问题是在2017年以前 在香港可以在老百姓 有传递普选香港的特首以前 香港在目前的体制上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认可的选职 同时 我请问大家 从来有没有想到 当年在英国排养出来的 精英船当特首的时候 为什么不提出同样的问题 好的 非常谢谢陈永志先生 那么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 叶明德 叶教授 根据这个香港大学最新的一份民调 香港市民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是明显下跌 认同感似乎也下降了 我想请您分析一下香港回归这15年来 为什么香港的人心似乎没有回归 而且认同感反而是下降了呢 我想香港这个15年以来 这个经济上表现是还不错 因为从1997年金融危机 SARS之后 香港的经济景气很低迷 所以大陆那边就放人过来 所以香港这边的旅游观光的收入 是急剧的增加 使这个香港的经济维持了一个生机 后来接着有SEPA 还有最近呢 最近几年呢 这个大陆呢 也委托香港的银行 乘坐一些人民币的业务 这个都使得了香港的经济呢 表现还是成长亮眼 那经济上呢 现在出现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比较小的问题 就是因为大陆的资金 很多人来香港买房子炒楼 所以香港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 一直居高不下 这是一个民众很感到压力很大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贫富差距是这个 他们讲是1970年以来到现在最高 所以这个是一个经济上 政治上呢 更不用说 政治上可以说是 北京的当局的 欠人民 欠香港人民一个公告 从15年以来 这个政治上呢 虽然是香港人民 还有享有自由 表达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等等 但是呢 大概从最近几年来 各式各样的示威活动 事实上是香港人民在告诉北京呢 这个香港社会经济情况跟大陆内地不一样 应该早早的给香港一个 一个真的自由跟民主的一个机制 虽然答应是2017年 要给香港人一个直选特首 但是香港人民还是不安心 因为香港人民看到过六四 也知道这个北京 这个北京当局一直要 这个基本法二三条要赶快立法等等 所以香港15年以来的政治上 政治上表现上不如意 这也是这个港人很不安的地方 好的 非常谢谢 金融危机 历经了SARS 究竟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呢 说得好 叶教授提到这个香港目前 这是从过去七年 面对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 构成经济上非常尖锐的一个 栽质的矛盾 首先房价的这个降价可能超过三倍 物价的降价是两倍 但是工资水平的提高 只是最高去到40%到50% 同时在整体的社会上变成是 所有的重产灾籍变成是 地产商里头都一个奴才 都是为地产商去拼命打工 从机油行这个方向 叶教授提到更可爱的就是 香港变成今天这个中国来的 不单只是潮房地产 洗钱的 买奶粉的 还有买很多竞输葵去中国大陆 更重要的年轻一代 到香港参加这个自由 示威游行 已经变成新的风气 香港这种容许 这个示威游行 这个老百姓这个掌画 看口后的这一个风气 已经慢慢吹遍到整个广东 还有整个珠山找的地方 这股这个新的风向的影响 我们不可以服势 好的 刚刚也提到 这个很多大陆游客 可以到香港去参加 参观这个游行 事实上今年的七一 香港大游行呢 也有很多的大陆观光客 在周围驻足为看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香港是目前中国大陆 唯一一个还可以 举行这种示威游行 今天六四的地方 被誉为是 最后良心的一道防线了 那最近有一些事件 不晓得给香港民众 什么样的启示 就是陈光诚 跟李旺洋 离奇死亡 这两个事件 您认为 对于香港这道 最后良心的防线的民众 什么讯息呢 目前在中国的地方来讲 只有香港这个城市 可以容许外职的法官 依法来判案 没有正法委 这基本上 供检法是分家 分纯 而且香港的警察 即可以依法 执法 在法律上来讲 在弱实执行上 有没有其他出轨的问题 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香港司法独立 这一个体系 起码是保障 金融国际化 一个最重要的防线 和基本的基础 好的 非常谢谢陈永志先生 那么我们跟台北之间 这个回应的问题 似乎已经修复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在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回应的问题 还没有修复 我们就继续请教 在华盛顿现场的 陈永志先生 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李旺阳事件 这次也成为了 这个游行当中 一个主要的诉求 当然很多香港民众 能够希望 当局能够尽快 彻查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彻查真相 跟香港的前途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联 对香港的认同感 跟未来对香港的信心 第一个 这位李旺阳先生 已经是个残战的人士 他的希望就是个谋杀 不要再说方话 就是在香港的季节 采访他以后 才有人去谋杀他 而且这两天 还有两个年轻的 香港的学生 去他御事的医院里头 去调查 去这个调研 要给逮捕 要幸运 他们最后还是安全 回到香港 整个对这个国家民主的感情 不可以再说 香港的老百姓 是反动的灾籍 也不可以再说 香港的几十兆 社会里头的某一些 这个反动分子里头 这个限动 或者帝国主义里头 这个出卖 我想香港这个民主派 热爱社会主义这个理想 爱国家民主的感情 其实是远远超过哪些 这个大款 或者给中国一起去发财的大老板 另外我想有个问题 请教陈永志先生 是我个人的观察 因为我听说很多香港民众 现在一般认为说 他们感叹 觉得自己好像被大陆同化了 有记得15年前 香港回归之初 曾经承诺 舞照跳马照跑 那民众那时候 甚至有一个卑微的希望 是希望香港的一些价值 能够去感化中国大陆 可是看这15年来 不但香港的民主派 它似乎没有影响到中国大陆 反而好像有很多人感看说 香港人被大陆同化了 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几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要马鞋跑 舞就要跳 就是为什么要腐败 这个社会里头的猪博 含有机就保留下来 其实这是过去英国殖民地 搞出来的最烂的东西 这个前提已经是不带对劲 第二个问题 在过去7年当香港的特首 就是香港过去培养出来的 一个殖民地里头的主管 就是金应传 金应传反身就没有念过大学 只是到美国以后 念那个行政的学会 那是不用考试 不用上课的 只是在礼拜六里去旁听的 在他整整统治底下 香港出现的问题 可是这是大家 没有把问题里头的根源 看得清楚 而且整个判断 为什么是香港同化 而不是长期过去 殖民地离开香港以前 埋下来的地雷 现在才爆发 而且香港很多这个问题 也不是一天两天里头出现的 都是长期过去 左中右脊方面的 一起共同内置 一个引发出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个 前提问题以前 我感觉到最需要的 是把整个历史的 跟人家的整体去看出来 好的 非常谢谢陈永志先生 我们今天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抱歉 就是有关于跟台北之间 这个有关回应的问题 似乎没有办法修复 不过我还是想尝试的 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看看博弈能不能 在这个回应的情况之下 像我们的两位来宾 也提出博弈的问题 博弈 好的 东宁 那么我想再先请教 在台北的叶明德教授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 香港对于15年来的情况相当的不满意 您觉得未来2017年 他们有可能实习双普选的抗抗吗 抗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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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这个 这个是比较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因为主要看这个北京当局 怎么去评估 你看北京当局 第一个它要认清楚 这个香港这个社会经济的状况 人民的一个文化水平 跟内地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香港人非常守法 非常守法的 这个是一个自由民主政治 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所以在一国两制之下 我觉得北京当局应该是给香港人民一个公道 让他们去练习很快的自由民主 事实上15年以来 香港的这个自由民主 也不是说毫无成绩 因为呢 这个香港的一些关心政治的一些年轻人 有些年轻大的民主派的人 有些已经过世了 他们的一个努力了 也使得这个问责 这个观念 已经是升值在这个香港的心目中 问责是什么意思呢 是特首跟这个办公室的人 必须要对人民负责 这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质 是好的 谢谢叶明德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永之先生 就是您觉得对于未来2017年双普选的一个展望 您的看法呢 刚才叶教授提到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广台三地的文化的差距 今天我们普遍来讲 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体 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的能量 再讲到这个政治选举的文化 水平最高的还是台北 但是在公民社会这个修养和水平来讲 还是谈到香港 所以50万这个思维游行 没有半点这个悲剧 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这也是中港台里头一个典范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对于 今天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问题的这个答复 那么时间又到了 我们要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call in的时候了 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您所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您联合直播的海峡论坛 有我樊东宁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要和您一块来探讨 香港过去这15年的变化 以及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 我们在演播室现场 为您请到两位来宾 一位是美国华盛顿国际文化社长 陈永志先生 一位是台湾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的 叶明德教授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在大陆的听众可以拨400-120-0551 那么在台湾的听众 今天我们的电话 先很抱歉没有办法接通 请您用我们的设置的 VOA卫视的专属信箱 VOA新闻at gmail.com 来发表您的问题和评论 好的 现在我们先接听大陆的听众 先请福建的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福建的庄先生您好 福建的庄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了 听我说话吗 听得到 庄先生请讲 香港回归15周年 中共利益集团对香港不坏四人 是有目共睹 不需要一一劣集 香港没回归之前 我是看见香港的黑社会 都是年轻人 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你看是香港的老头 在跟着妇女抢他的包 还有那些老泰国的商场 你偷东西吃 还有香港以前是信仰基督教跟佛教文化的都有 信仰佛教是香港人的传统 信仰基督教是属于改善 现在全部都是信基督教 为什么呢 信仰佛教那个是寸土寸间 摆那么多东西 我们谢谢福建的庄先生打电话进来 下一位是江苏的唐先生 江苏的唐先生请讲 喂 唐先生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香港现在之所以对祖国的向心力 这种降低 主要就是没有坚决的镇压反革命和外国特务 我觉得梁胜英他就应该拿出他的铁腕来 对吧 尽快通过这个基本法第23条 对那些做什么那种民调 什么香港人不能从中国人的那种教授就马上应该枪毙了 等都不用再等了 而且我提醒这个所谓完全自由民主的台湾 13年来工资不但没有涨还倒数了 但香港现在还涨了50% 香港人应该感恩了 好的谢谢江苏唐先生 下一位是广西的张先生 广西张先生请讲 好的广西张先生好像不在线上 希望听到的话再给我们回播回来 还有是陕西的王先生 陕西王先生您在线上了 好的王先生似乎也不在线上 那我先回到华盛顿的现场 请陈永泽先生回应刚才前面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对第一个是提到香港的宗教的问题 根据基本法来讲 香港的宗教自由是受到保障 在回归的15年来讲这方面 我感觉到韩式基本上按照基本法这个落实 第二个问题就提到香港是不是有这个黑社会 或者治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比较 目前基本法这个 就容许香港的警察是依法去执法 而且公检法是分家 在司法的体系上是容许外籍的法官去依法判案 没有正范围的指导 一方面香港还是走在前端的 我有一个比较 抽了这个比较 我感觉到香港目前这个法官这个水平 比这个台北可能这个超过有50年 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国又可能超过100年 也请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陈永志先生 那么刚才第二位听众也谈到了这个台湾 陈永志刚刚先生也谈到这个台湾 跟香港的一个司法简短的比较 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叶明德叶教授 事实上我们观察香港的一国两制 是不是也可以给台湾来做个借鉴 因为其实很多历程我们来看是蛮相似的 包括香港跟内地签署这个SEPA 还有这个那时候让内地的旅游到香港去旅游 那现在台湾跟大陆两岸之间也签署了 ECFA两岸经贸合作架构协议 然后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到台湾自由行 您认为香港这15年来跟内地交往的经验 有什么可以给台湾来作为启示的呢 叶教授 第一个我觉得是香港跟台湾是有这个人文地理历史 各方面是有不太相同的地方 所以当然这个SEPA跟台湾跟大陆签的ECFA 这个签订所产生的效应 最无疑的对香港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重新注入一个生机 ECFA这个在对台湾来讲 是它整个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效益是会有的 经济效益会有 但是呢 这个还会有一个 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 就是说 这个北京当局 北京或大陆的一些朋友 常常开看 不要再派堂啦 不要再给堂啦 要怎么样 而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发现了 这个 只要跟大陆这个来往的越多的话 大家就会去注意 去了解 去认识 这个大陆的点点滴滴是怎么样 特别是在大陆的这个统治的方式 会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 像这个六四的事情 像最近发生的李旺阳这个先生 在六四的一些积极人士 过了那么多年 关也关了 放了出来 然后他只说了几句话 然后又不见了 这个对于香港来讲 也跟对台湾人来讲 这个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香港跟大陆的这个交往以后 这个大家对这个北京呢 不安呢 不信任 这个是增加了 那在台湾也有同样的情况 就越来越多年轻人觉得 诶 这个到底是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跟大陆交往越密切 所以这个是要两岸四地啊 大家共同努力啊 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包容 互相尊重 然后兄弟登山呢 各自努力 各自照顾好自己的老百姓的生活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竞争力提升等等啊 自己有可能的话 经济成长还有自由民主啊 这等等啊 都是人类的一个普世价值 好的 总是要去想 谢谢 非常谢谢叶明德教授 我好像现在感到那个 华盛顿跟台北之间 这个连线的回应问题 好像获得了一些些改善啊 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 在有更好的收听 收看的这个情况之外呢 也踊跃地给我们打电话进来 我重复一次 中国大陆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是 400-120-0551 那我们专属的VOA卫视的邮件信箱呢 是VOA新闻at gmail.com 好来接听一位台湾的听众的电话 台北的宋先生您好 您在线上了 请说 各位长官好 宋先生您好 这个香港啊 回归大陆已经15年 时间可以正名 可以体会出好与愿 从这个模式下 我们台湾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朝向 这个方向去实现 这个对中国人 是不是友好 或以患 我想 最终的目的 中国 是一定要统一的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台北的宋先生